龙竹超73话,超然悟空完败诺拉,急一攻又掉价,网友看不下去了 根据龙竹超73话的内容来看,这一期全是战斗的剧情,没有意外的话,就是悟空和诺拉两人激战了,而贝吉塔同样也只是围观,这样有利于贝吉塔可以找到诺拉的弱点 但是剧情恐怕是有点拉快了,因为悟空已经接二连三的被诺拉给击败,一开始书说是被偷袭还原谅的过去,但后来,我发现悟空和诺拉的两人实力等级 不是一个层次的啊,在这一话中,悟空又输了这次是正面硬干,悟空身为主角,每次都被虐,这有点看麻烦了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 零腰超然悟空完败诺拉 悟空和诺拉之间的战斗,无疑成为了大家最大的关注点,可惜的是,悟空不争气啊,他先是吃了仙豆,然后变身疾异弓,后来又变成了超蓝,可换来的结果是完败 诺拉都还没进化或者变身成为其他段位,悟空就招架不住了,我想问一下,这样的悟空还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悟空吗? 当年有悟空出场,就会迎来一定的希望,他是地球之光,也是大家众人内心的一丝尘光,可悟空最近表现得都不理想了,超蓝状态的吉异弓 对诺拉居然不气色,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了,按道理来说,超蓝是形态很强的,还有吉异弓加持,对于任何人来说,都不可能轻易击败悟空,可诺拉就做到了 02吉异弓又掉价 这就尴尬了,吉异弓瞬间就变成了廉价的技能,直接掉价地说,这样的吉异弓是要被吐槽的啊 悟空为了可以更加深入地修炼自己的实力,不断地去学习吉异弓,我们也看到了悟空的努力 经历过摩罗事件,确实是看到了不同方向的悟空 出场都有吉异弓的气息,可现在吉异弓居然打不赢诺拉了 这是在逗我吗?原本值钱的技能,就变成了廉价的实力,这不科学吧? 03网友看不下去了 现在的剧情,网友们直呼,看不下去了 悟空训练长久,突然出现一位反派,然后悟空的技能又迟效了 接着再度深入去提升自己,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的阶段了 换句话就是说,以后的龙珠超,不管反派是啥样 只要他出现了,悟空的等级就会下降,然后又去提升 之后再打败敌人,然后又获得某种技能的提升 这样的剧情,完全失去了龙珠的味道,很难让人继续再围观下去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